邱敬男子九后打死四岁女儿后因转诊问题发生邱嫂妹医疗人邱案 邱被最高法院依伤害致死罪判十二年徒刑定验五年前假释出狱后 幼儿度性青铜居人的十一岁女儿被检方一家重强制性交罪嫌起诉 鉴请法官求处重刑台北地院判邱十四年徒刑可上诉 邱五十岁2005年因不满女儿哭闹动手殴打女儿头部导致年仅四岁的女儿昏迷 邱小妹送医后被拒收最后转院致胎重伤重不治 引起社会关注邱因此被判十二年徒刑定验 2013年获假释资格重获自由后和一名四十多岁女子同居 连同女子的两名女儿一起生活 检方起诉指出邱因工作不稳定 2014年6月汉年仅11岁郭小毕业的女童单独在家 邱打电动时看见一旁玩手机的女童 心生邪念强迫女童发生性行为得逞 隔年再度用手指信亲女童被同居人发现 她还谎称是女童在学校和人发生性关系 她在帮忙检查 邱事后因酒驾被撤销假释 再度入肩服完残刑 女童导师也到家中访问 女童才说出遭邱进行 报警处理 台北地检署一家众强制性交罪嫌起诉 邱逊时坦诚犯刑 事后又改口否认 但女童说辞前后一致 法官不采姓邱的说法 一两个家众强制性交罪各探八年徒刑 因执行十四年徒刑可上诉 令女童母亲也提名是赔偿诉讼 人在法院审理中 邱小妹妇做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